最近有网友给我发了一张图片 问我这一款硬盘怎么样 说实话我是不给大家做任何推荐的 只要经常做好资料备份 那么硬盘随便买都可以 但是图片上有那么一点引起了我的注意 就是三星01在什么时候变成bug了 因为我很久都没有修过三星了 这名网友看我这么久没有拍过三星的纪录片 所以就直接来给我送素材了 硬盘上机它也是可以识别出来的 但它是一个爆炸01的状态 而且过一会还会掉盘 我这边测试时间长的话 大概可以维持在一分钟左右 慢的话大概十秒钟左右就尾了 三星01其实是属于资料恢复难度中的青铜段位了 无非就是耗费的时间比较长而已 只要接上设备就可以读 速度方面还真的要看脸 前面虽然可以达到几百k 但是我现在读的这一段只能达到几十k 有时候甚至会掉到零k的 而且在中途这里还有不少坏的地方 后续也需要进行修补的 三星01准确来说那个不应该叫做bug bug是可以通过更新的方式来解决的 但是9A要出了这么多板固件 好像问题都一直还是存在 具体这是属于什么问题呢 我就不能说了 因为这一块硬盘它是华硕机器身上的 资料恢复完以后 它还要拿回去给当地售后做更换 我怕说了不好的这名网友去找售后的时候被打了 我可付不起这一个医药费 虽然名义上我这边是放假了 但是干这一行的就跟医生一样 随时都要做好待命的准备 因为这名网友的资料要的比较急 所以我决定给他加一个班 这是一块朗科的硬盘 这个主控我一眼看过去的时候 就觉得有大概率是拆机回收的 因为这一种标的主控是英特尔专属的 上面还有英特尔的签名 我手上就有这一个英特尔原厂的 厂家把这一个主控回收以后 通过一系列的解锁骚操作 最终把英特尔定制的63EN 它原本是带缓存的 变成了屏蔽掉缓存的63XT 而且这一块盘本身颗粒以及这个主控 都是被干过一遍的 因此这是一块标准的二修盘 现在我用工具检查了一下 它的主控是可以识别到的 不过这一个颗粒ID全部变成零了 像这一块盘它颗粒读不了的 我们先别急着干颗粒 因为颗粒之前已经被暴击过一次了 如果我现在再去动它 有可能固件就被蒸发掉了 而且像这种解锁的主控 不排除会有bug 因为主控也被干过 所以这个主控爆胎的概率还是蛮高的 所以我决定先把这个主控 给它换成正式版的63XT 我们随机抽取一张幸运料版 就决定是你了 我们把这两个主控给它替换掉 主控换完以后 这一个颗粒ID已经识别出来了 不过这一个固件肯定还是有问题的 要不然它也不会直接进到这个路模式了 硬盘里面的数据翻译器我已经给它建好了 并且它的分区也可以展示 但是在往下一集目录展开的时候 芯片就开始爆错了 虽然说翻车倒是不至于 但是这个恢复的路子注定是坎坷的 这一个硬盘的原始故障 极有可能只是固件挂了 被误干过一次以后 又导致这个颗粒ID无法被识别 如果大家问我 为什么你一开始就能判断是主控的故障 而不是颗粒或者其他地方的问题 其实我一开始也并不是一眼就看出来的 心里大概有个比例 拿这个案例来说吧 差不多60%是主控 剩下的四成是主板或者颗粒的问题对半 因为我之前也是从这些坑里面 一步一步的往上爬出来的 这一步的往上爬出来的